這個立委的選情的部分 有人大膽預言呢 說這一次2024不分區的席次 那麼民進黨的狀況到底是如何呢 是不是讓他們也 讓大家覺得不寒而栗 好 我們帶大家看到 台灣民意基金會董事長尤英龍 他說民進黨這一次的立委選舉 有三個狀況 就是小叔 中叔跟大叔三種情況 小叔呢 是調五到九席嘛 中叔呢 是十到十四 大叔呢 是十五席以上 那現在看起來有可能會出現大叔 這樣的情況 那麼另外他說針對了 台中這邊第一選區 這個目前台中的立委蔡其昌嘛 也是立法院的副院長 看起來呢 是台中市長 盧秀燕 感覺現在呢 帶頭要來扳倒蔡其昌 那因為其實這個選區呢 是一個指標性的選區 很強 這個蔡其昌 他算是一個蠻強的民進黨的立委 上一次選到有十萬票 如果這一次被拉下來 民進黨就會不寒而栗了 好 所以台中選區第一選區這邊呢 藍白這個示範區嘛 那是禮讓 所以呢 是由蔡壁如這邊 要來對戰蔡其昌 那麼媽媽選長盧秀燕呢 是不停地摘幫蔡壁如來補選 好 那我們同時看到前立委蔡正元 他說去年很早的時候呢 他就一直判斷國民黨在今年立委選舉 是會大贏的 那果然後來情勢看得出來 也是朝這個方向來走的 好 他的預估 他說不分區的席次呢 國民黨這邊有機會拿到十三席 民進黨十二席就算是天花板了 好 至於民眾黨呢 底盤可能也可以保有八席 好 同時他說 因為韓國瑜這邊呢 是被列為不分區的第一嘛 好 所以當選立把院長的 這個機率比誰都高 那國民黨都接近過半了 如果還不足 他認為說 以韓國瑜跟柯文哲的 這個交情關係 好 也許也會跟民眾黨來結盟 好 我們來看到呢 這個昨天的狀況 這個是在板橋西區 那這是不是出現了 柯文哲另類的站台呢 好 因為民眾黨這裡呢 開始了進行全台車掃 昨天從新北新莊這裡出發 好 那就跟萊茵這裡呢 林國春 立委參選人這裡 不期而遇 而且呢 呼喊加油 所以呢 就在說 這是不是柯文哲的 這個另類的站台等等 好 那我們就要來請教一下 民賢哥 好 我們來問到呢 現在民調專家來預估 這個立委的席次喔 那麼說 民進黨有可能是一個 大叔的情況 還有就是台中 是不是就是第一選區啦 是一個指標區 如果真的可以扳倒蔡其昌的話 好 那可能也會讓民進黨這邊 不寒而栗 你怎麼看 我禮拜英 元旦的時候 我下去台中 我幫江啟成站台 然後也跟一些地方人士聊了一下 台中的第一選區 這次會非常的特別 大家記得喔 蔡其昌在上一次的立委選舉是全國全台灣最高票 超過10萬票 所以現在要教訓民進黨 剛好這裡就是最好的一個示範區 所以你要教訓民進黨 一定要找一個民進黨最強 票數最高的嘛 上次最高是誰 蔡其昌 10萬票 那台中一選區非常有機會喔 這裡是藍白合作的示範區嘛 盧秀燕擔任 台中市長擔任蔡碧如的競選總部的主委 市長媽媽真的有權力在幫忙 所以這一個選區是藍白合作 而且現在真的選情非常的膠著 戰況非常的激烈喔 蔡其昌雖然是上一次全國最高票 老行才才 這次真的是蔡碧如藍白合作 酸告讓蔡其昌 真的是噗噗噗噗 他真的會很緊張喔 所以這一區最後會不會翻盤 或真的 兩菜之爭 真的這次非常膠著 所以真的 我真的在提醒各位中天的好朋友 各位在野黨的好朋友 看民進黨你看不下去 看不下去了 要教訓修理民進黨 請全集中所有的力量 在台中一選區 你只要有認識台中一選區的好朋友 打電話拜託大家吹票 要教訓民進黨 就這個選區是最好的破口 你一定要把對方最強 最高票的拉下來 那你爽度才高嘛 蔡其昌老實講 我這麼講好了 蔡其昌新潮流 很強 地方實力非常強 經營那麼久了 新潮流過去做了什麼 大家講嘛 藍白的共識 新潮流不倒 台灣不會好 新潮流跪去吃黨吃屁 蔡其昌就是新潮流的指標啊 台中的第一戰將 全國最高票 那剛好把蔡其昌拉下來 就是教訓民進黨 修理民進黨 除了給 教訓新潮流之外 第二個 民進黨過去兩屆議會 都在立法院過半 他們做了什麼事情 立了 拜託各位好朋友 民黨立了哪一個法案 三讀通過 是讓大家對台灣民眾 對大家認為說很有利的 有嗎 現在民黨只要他想過的法案 他想幫高端富航 幫李延會眾人富航 幫倉議公司富航 都很快 你要推動什麼建設的法案 有嗎 有通過嗎 沒有 甚至主黨建設 只要國民黨 好了 過去前瞻計畫 這些巴拉巴拉一堆的 只要對民黨有利了 民黨分得到的 民黨執政縣市分得到了 都很快 那只要對國民黨 包括台中 捷運綠線 行政院到現在通過了嗎 黨 黨 黨 只要在野黨執政的 在野黨要的預算 通通 黨 黨 黨 所以教訓新潮流 新潮流不倒 台灣不會好 那指標是誰 就是蔡其昌 第二個 這次立委的席次是這樣子 當然蔡政文委員預估了 大概就是這樣子 不分區 我覺得目前聽起來搞不好 國民黨會上修到14席 加民眾黨的8席就是22 那民進黨大概就12席 所以這一些未來藍白整合實驗區 包括在台中 這一些未來有可能 國民黨的區域立委 還會開得不錯 那昨天柯文哲掃街 包括板橋的林國村 還有包括蔣議長的兒子 柯文哲的車隊經過競選轉步 當然雙方都講不期而遇 那甚至講說沒有特別安排 可是這個會不會在選民之中 鹹碩藍白河的一個木器在基層發酵 我覺得這個也是立委席次能不能突破的關鍵 所以 現在國民黨中央預估立委的席次會不錯 至少50幾席沒有問題 現在關鍵是國民黨有沒有過半 因為未來只要侯友宜能不能贏 侯友宜 侯友宜贏的話 國民黨立委 還是要過半 完全執政 真的比較好執政 那這一部分至少 至少怎麼樣 立保院我覺得說能不能接近過半 就藍白實驗區 只要蔡壁如過的話 大概藍白河 藍白的席次加起來過半 絕對沒有問題 那至於說過半的話 立保院長是誰 當然大家期待的第一名 韓國瑜絕對沒有問題 韓國瑜就是規劃的立保院長 所以大家努力衝刺 但是藍白整合包括國民黨的立委 區域的席次都要努力再衝刺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由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健康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Boo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來自先繼續按下 不要 championship aaaaah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